大家好,我是格子,最近一直忙啊,而且呢,本人啊,这个最近比较犯懒啊 所以我们家的草缸呢,一个月啊,没换水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都什么样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草缸呢,啊,目前的情况呢,还是非常吓人的 首先这个,缸壁上啊,还有这桥上呢,布满了这个青苔啊 大家还可以看到啊,这个水草啊,都已经这样了啊 大家能看到吗,都漏了啊 啊,有的还枯黄了啊 还有就是,啊,这个树上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了吗 树上这个啊,水草啊,也掉下来了啊 整个这个,啊,这个鱼缸啊,都接近这个崩溃的边缘了啊 这个鱼呢,也死了这个好几条啊 这就是一个月呢,不换水的后果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水质啊,整个都发出变化了啊 大家能看上来吗,这水质已经偏黄了啊 而且呢,这里这个杂质呢啊 也有一些杂质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养鱼呢,其实是很讲究的啊 一般呢,七天左右啊,就得换一次水啊 然后三天左右呢,啊,喂一次这个食啊 而且这水草呢啊,这个长大了之后呢 你定期还得做修剪 鱼缸呢,还得定期啊,除青苔啊 有很多这个,要做的细活啊 所以我这边呢,哎,实在是没有心思弄那些啊 比较忙啊 所以呢,啊,一个月都没有给这个草缸换水了 最后呢,导致这个水质都发生变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由于水质的改变啊 导致这个叶子呢,都枯黄了啊 有的漏洞了啊 而且呢,鱼也死了很多了啊 它都不适应了,这环境 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个勤快的人啊 你完全可以养鱼啊,没问题啊 如果说你这个工作很忙啊 或者说根本就没空去打理 那就看看就得了啊 我觉得真不建议呢 我这边呢,就属于这种情况 好,那朋友们,你们家的鱼缸 如果一个月不换水,会什么样呢 你们觉得这鱼缸是不快崩溃了呢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下方交流 喜欢就关注隔壁